現在要帶各位做節奏練習 在練習的開始我們先設定一下小節的長度 一個小節就是節奏循環一次 叫做一個小節 通常是一個小節有四拍 我們今天就用這個架構 所以你要先學會1 2 3 4 將算拍子 算到4了以後又從1開始 1 2 3 4 1 2 3 4 一直循環 為了要讓聲音聽得清楚 等一下我不會按和弦 我會把我的左手會把弦聲音悶掉 你只會聽到刷弦的聲音 現在帶各位做一些節奏練習 首先我們先來算四拍 1 2 3 4 這四拍會不斷的循環 我會刷弦刷在這四拍不同的時間點 我們先來練習刷在第一拍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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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1 2 2 3 4 1 2 4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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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再來刷在第三拍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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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刷在第四排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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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組練習我要把每拍平均分成兩份 所以念起來是1,and,2,and,3,and,4,and 除了剛剛練習的1,2,3,4刷在數字上的時間之外 現在要刷在and的位置 那個and相對於1,2,3,4就是後半拍了 例如第一拍的後半拍 會是1,and,的and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做後半拍的練習 我要刷在第一拍的後半拍 1,2,and,3,and,4,and 1,2,3,4 1,and,2,and,3,and,4,and,1 1,and,2,and,3,and,4,and,1,and,2,and,3,and,4,and 再來 我 doğru zu Ja 再來我要把每拍四等分 念起來會變成1,and,2,and,2,and,2,and,3,and,4,and, or 我常常用的说法会是 每个拍子会被分成四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数字 第二个时间点就是E 第三个时间点就是end 第四个时间点就是R 这个end跟刚刚后半拍的end是同一个时间点 我们刚刚已经练习过了刷在每拍的前半拍 也就是数字的那个声音 也练习过了刷在后半拍 也就是end的那个位置 所以现在要练习是刷在E跟R 我们先来练习刷在E 也就是每拍的第二个时间点 先练习刷在第一拍的第二点 也就是1,E,&R的E这个位置 来咯 1,E,&R 2,E,&R 3,E,&R 4,E,&R 1,2 3,E,&R 4,E,&R 1,2 3,4 1,2 1,2,3,4 再来我要刷在第一拍的第四点 也就是1,E,&R的R这个位置 1,E,&R 2,E,&R 3,E,&R 4,E,&R 1,2,3,4 1,2,3,4 再来我要刷在第二拍的第二个时间点 1,E,&R 2,E,&R 3,E,&R 4,E,&R 1,2,3,4 再来第二拍的第四个时间点 1,2,E,&R 1,E,&R 4,1,2,3,4 再来第三拍的第二个时间点 1,2,3,4 1,E,&R 2,E,&R 3,E,&R 4,E,&R 1,2,3,4 1,2,3,4 第三拍的第四个时间点 1,2,3,4 1,E,&R 2,E,&R 3,E,&R 4,E,&R 第四拍的第二个时间点 1,2,3,4 3,E,&R 4,1,2,3,4 再来第四拍的第四个时间点 1,2,3,4 1,2,3,4 在这里我先说明一下前半拍后半拍以及 所谓的正拍反拍的概念 像前半拍后半拍比较具体 就是 例如每个数字 1 一直到 n 的那一瞬间 这段时间是前半拍 然后 当我念了n 到下一拍的数字 这段时间是后半拍 至于 E 就是把前半拍切割成两等分的时间点 r就是把后半拍切割成两等分的时间点 例如第一拍 1 是第一个时间点 e 是第二个时间点 and 就是第三个时间点 r 就是第四个时间点 这就是前半拍后半拍以及 每拍被四等分之后的时间点的概念 至于正拍跟反拍 它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当你以 1,2,3,4 为正拍 它的反拍就是n 如果你以1,n,2,n,3,n,4,n 为正拍 穿插在中间的e跟r就是反拍 如果你以1拍为一个单位 例如1,2,3,4 1,2,3,4 我弹在反拍的话会变成 1,2,3,4 1,2,3,4 那如果说以半拍为基本单位 1,n,2,n,3,n,4,n 1,n,2,n,3,n,4,n 我现在弹就是弹在 以半拍为单位的时候的反拍 也就是e跟r的位置 再说 1,n,2,n,3,n,4,n 所以 反拍跟正拍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我们继续推进到下一个部分 就是把每拍分成三个等分 在心里面先习惯念一下 1,t,ta 2,t,ta 3,t,ta 4,t,ta 4,t,ta 你会注意到我念出来的每个声音 它之间的时间间隔是相等的 你不要念成 1,t,ta 2,t,ta 3,t,ta 4,t,ta 这样念会怪怪的 那就不是把每拍三等分的切割方法了 正确的念法应该是 1,t,ta 2,t,ta 3,t,ta 4,t,ta 我们已经练习过弹在每个拍子的数字那个位置 现在来试试看弹在每拍的第三个时间点 我先弹在第一拍的第三点 3,t,ta 4,t,ta 1,t,ta 2,t,ta 3,t,ta 4,t,ta 1,2,3,4 再一次 1,2,3,4 接下来我要弹在第二拍的第三点 1,2,3,4 1,2,t,ta 3,t,ta 4 接下来第三拍的第三点 1,t,ta 2,t,ta 3,t,ta 1,2,3,4 再来第四拍的第三点 1,t,ta 2,t,ta 3,4 1,2,3,4 再来我来练习弹在每拍的第二个时间点 先弹第一拍的第二点 1,t,ta 2,t,ta 2,t,ta 3,t,ta 4,t,ta 1,2,3,4 1,2,3,4 现在弹在第二拍的第二个时间点 1,t,ta 2,t,ta 3,t,ta 4,t,ta 1,2,3,4 再来弹在第三拍的第二点 1,2,t,ta 3,4,t,ta 1,2,3,4 再来弹在第四拍的第二个时间点 1,t,ta 2,t,ta 3,t,ta 4,t,ta 1,2,t,ta 3,t,ta 4 在前面这些练习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会把每个时间的刻度都念出来 在一开始的时候请放慢速度 尽量把每个时间点这个刻度都念出来 这个会帮助你有效的去判断应该刷在哪个时间点 慢慢习惯之后你可以试着只念出1,2,3,4 中间那些等分的时间点不要念出来 练成习惯之后就可以弹在准确的位置上面 这些时间的刻度上面一共分成两个系统 一个就是把每拍四等分 另外一个就是把每拍三等分 把每拍四等分 这个小节里面一共会有16个时间点 你要能够练习一边算拍子 一边清晰地弹在这16个时间点里面的任何一个位置 同样的练习 就是另外每拍三等分的话 就是一个小节会有12个时间点 你一样要练习到一边念1,2,3,4 或者是用脚踩在1,2,3,4的拍子上面 同时你的手可以精准地刷在12个时间点里面 任何一个你想要的位置上面 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进阶的练习 可以让大家跟着做 那么多没有 我们就在最后的节目 这一 año